來,我們來問一些問題 這種是那種小時候學過那種 這個某一種機智慧問答的問題 鬆軟的麵包 好,來,壓扁 請問你質量有變化,體積有變化,密度有變化 來,告訴我 告訴我,增加減少不變 質量增加減少不變 體積增加減少不變 而且密度增加減少不變 聽懂嗎? 站起來告訴我,增加減少不變 把麵包壓扁 變小塊一點 請問,變還是不變? 帥哥美女 這位叫做大帥哥25 好,來,告訴我 一,體積增加減少不變 二,質量增加減少不變 三,密度增加減少不變 壓扁 麵包壓扁 一,體積增加減少不變 減少 二,質量增加減少不變 不變 三,密度增加減少不變 增加 請坐 OK,所以 壓扁 壓扁 壓扁之後 質量不會變,體積會變小 密度會增加 跟我們所謂熱脹冷縮 那個冷縮的結果是一樣 冷縮的結果是一樣 簡單嗎? 小問題 就是你們剛才 體積單上寫過的問題 你們剛才體積單上寫過的問題 OK 這個是小學就玩過的遊戲 一公斤的鐵跟一公斤的棉花 誰比較重 第一個 誰質量大 鐵塊大 棉花大 一樣大 不知道 體積誰比較大 鐵塊大 棉花大 一樣大 不知道 哪個密度大 鐵塊大 棉花大 一樣大 不知道 哪一個呢 還有哪一個呢 快點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大美女 有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 找不到大美女 有 Number 2 2號 大美女 好來 鐵塊跟棉花 一公斤的鐵跟棉花 第一個質量誰大 一公斤的鐵跟一公斤的棉花 質量誰大 一樣大 好 來第二個體積誰大 棉花大 第三個問題 密度誰大 鐵塊大 請坐下 這個應該 超級世界恐怖Easy對不對 沒有什麼程度的題目 都是一公斤嘛 都是一公斤嘛 所以質量就會怎麼樣 一樣大嘛 可是棉花站的體積大 所以它密度比較小 或者反過來講 因為它密度小 所以它體積大 體積大 這應該很正常 沒有什麼問題 OK 再來一個也是有考過的 但是超級世界恐怖簡單的問題 就是你把銅塊切開來 這是切對半 有人會切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 隨便你們就是切開來 請問你 有人問你說 這個大塊跟小塊的密度幾比幾 或怎麼樣 這裡就是說你切開來 那一半的密度多少 這是我剛剛講過的那個重點 這是我剛剛考過的那個 講過的那個重點 OK 請問你密度來 這多少咧 我們找一位 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 23 密度9的同塊割一半 剩下的那一半 那個某一半 密度多少 9喔 為什麼9 割一半了耶 你說什麼 他不會變喔 好好好 對啦 他不會變 剛剛有跟你講過啦 密度是存物質的特性啊 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密度啊 那定溫之下 同樣的存物質密度不會變啊 所以不管你大塊還是小塊 原來是扁的 密度通通都會怎麼樣 一樣 一樣嘛 所以答案9就是要做的說 9 所以答案9 這個 問題 問過 不止一次 聯考程度的考試 問過不止一次 實際上很簡單 各一半 答案是一樣 夠容易嗎 送分題嘛 OK 有人問問題嗎 沒有 很好 今天 還有 能夠